投城政立幼儿园在投城政立图书馆 为即将成为小一的大班小朋友们 来举行梦想起飞毕业典礼 由政长曹前顺亲自来颁发毕业证书 祝福小朋友们迈向下一个学习阶段 投城政长曹前顺把毕业证书颁给幼儿园毕业生 祝福孩子们平安顺利迎接国小生活 我们上海民主展药投城 我们这次投城政立幼儿园 总共有五个分班 48位的小朋友毕业 他将组进我们新的环境到国小去 说真的我当一个政长 实在很感谢我们这些老师 共同努力 也感谢我们家长 对我们政典与幼儿园的这种支持 在学校三年从一进学校 适应陌生环境的哭闹 一年一年学习生活常规 团体生活也认识了不少字 开始学会算数学 毕业生有什么心得感想 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声地发表感言 踏上国小的旅程 记得我们第一次踏进幼儿园的大门时 我们既陌生又哭哭啼啼 不安的心情 和我们一起读书 三字经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敬 行相缘 一起唱歌 一起跳舞 爱爱小苹果 除了毕业典礼 幼儿园还展示 小宝贝们的在校美术作品 都是金色童年最美丽的回忆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 从不到